新冠病毒不断的变异 也让外界质疑 家用快筛试剂可能已经不准确了吗 因此食药署要求所有快筛的业者 提出有效度的检测报告 其中有三家业者没有缴交 本应该要停卖的 却被许可可以继续贩售 对此食药署表示 因为国际之间没有相关的警讯 因此只会公布这三家业者的名单 请民众在购买的时候自己注意 新冠病毒不断变异 是否会让快筛试剂准确度降低 由于XBB病毒已成国内主流株 食药署为此要求业者 检视快筛试剂对XBB的检测性能 并提交影响报告 结果有25家业者检测结果正常 但有三家业者未交评估报告 本应暂停贩售 但食药署指出 目前针对这三家试剂 并无国际警讯 因此仍可继续贩卖 在核准的时候 并没有要求说 他要对XBB 而这三款快筛试剂 目前都有库存 分别是益可安 唾液家用抗原检测套组 湖顶检测 唾液型家用新冠抗原 跟极客家用新冠病毒抗原 快速检测试剂盒 对于他们的检测效力 是否依旧 台大小儿感染科医师李冰颖认为 通常新冠病毒 是在S蛋白的位点上出现变异 而快筛试剂主要检测的是 无变异点的N蛋白 所以理论上试剂准确度 应该不受影响 N蛋白比较不会变异 但是要考虑到病毒量 XBB的时候呢 它传染性是高 病毒量低 就会产生这些症状 那在这些情况 即使你的快筛没有改变 它的灵敏度也会下降 专家认为 想达到精准检测效果 不论用哪一个快筛厂牌 多筛几次 是最保险的做法 解决定干尔地台北报道